主廟在這裡是觀光車展 如果要去盤梯山、五色藻的話 都是從這邊搭公車上去 今天的目標是五色藻 那座山就是盤梯山 今天是一大早從仙台出發 搭新幹線到犬山之後再轉盤越西線 五色藻這邊結束之後要去慧晶洛松 下公車往山裡面走一點點路 就會看到這個茶屋 這個就是五色藻步道的路口 因為大蒜家 寶寶 夜市區 朝鮑魚 長江鮑魚 全面秤 年青山 朝鮑魚 晚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穿过披萨门枣之后往里面走就是零道了 从这边开始就是比较像爬山的践行的路 这段践行的路不会很难走 你们看很多阿公阿嬷都跑来走 它看起来有点吃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公里面走 往里面走 再一起走 再吃与 看到龙址的地固 适合来 无关关系的路 然后再切齐 中文字幕 刀订阅开 这位房子 那就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概2個小時就可以走完 五色藻步道最後一個藻 看到柳藻就表示這條路到終點了 出口這邊有一個物財館 巴士站就在這個物財館的對面 我要從這邊搭車回去 這邊繼續搭巴士往下走 就是往喜多方的方向 但是我今天要去惠晶洛松 所以要往回舟 回舟廟帶車站 柳藻的出口出來這邊 它的對面就是快源湖 稍微慢一點巴士就好多人來 抵達惠晶洛松 抵達一次瓦卡瑪池同時也是指尖線的入口 要搭指尖線的話就從這邊搭 沒有重新上機過了 今天要去洛松的東山溫泉住 晚上住這間龍之湯 今天自己一個人睡兩張床 今天自己一個人睡兩張床 在這間龍之湯 這家很厲害 它在溫泉外面還有提供霜淇淋跟啤酒 它給了我一個正中間 超級開放的位置 覺得自己一個人在這邊好尷尬喔 它說這個是不舒適 然後左邊到右邊是 馬肉 雞肉 牛肉 東西好多喔 吃得好累 這是旅館給的烏鴿 然後它還給你一個蒸籠 可以自己加熱 請先加熱之後再吃 今天住的這一間是 會經過收的東山溫泉 一間叫 莊助旅館 總之湯的地方 那時候在燒旅館的時候 看到它有一個人旅行的特別方案 它電力很多東西 然後也沒有收的比較貴 還有附一些折扣 今天實際進來體驗之後 我覺得這一家還蠻不錯的 如果大家有來這邊的話 可以選這間來看看 這邊就在 五家屋夫再上來一點點的地方而已 這樣子住一個晚上 大概一萬三千五左右 它在冒煙了 其實覺得有點浪費資源 但是它都已經給了 那就把玩完吧 現在離開旅館要去試旅館 會經五家屋夫 就在旅館的三角下 從旅館走到五家屋夫 大概十分鐘 這邊是家老的雅室居 當時地方的領土叫做大明 那在大明底下的家層當中 家老是職位最大的 林奈瑤雅宴的大合計 星島八重 當時是在阿里茲拍攝的 星島八重是一個使用鐵砲很厲害的女生 然後在戶城戰爭中挺身而戰 接下來要去的地方是范聖山 上面有一個龍羅堂 這邊上山要卡一段樓梯 你不想爬的話 你也可以花250塊做電腹梯 龍羅堂 它是一個螺旋狀的塔 從這邊走上去再下來的時候 會接到另外一個出口 這個塔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 離開范聖山來到赫之城了 離開范聖山來到赫之城了 離開范聖山 藍莉苑 於是會是會團多遠的 離開范聖山 當這是在一部分的畫面 地的階藏三角 晖山 2002圓的地方 藍莉苑 都不喜歡 龍羅堂 二個地方 也別的地方 也在一部分 你不喜歡 我不是在家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赫之城在乌城战争之后就毁损 现在的赫之城是后来又在兴建的 乌城战争是因为当时的坊主松平荣保 他因为担任京都守护职 在相互大正丰王无邪开城之后 就变成明治政府 惠金坊因为属于幕府那一侧的势力 对抗明治政府 沿路被打退回到惠金 最后就是打输了这样 回到洛松车站了 这次五天的行程结束 avete好有趣的条件分别 assim装着 就算 Cut 我们在这边 我们回到了 我们在这边 回到这里 我来 我们在这边 我们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